你没事吧 您没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弄疼我了 什么叫你没事啊 你刚在电话里大呼小叫的 怎么回事啊 我刚才撞车了吓了一跳 你现在没事了吗 你不骗我的 没骗你啊 你安心不信 外面说你撞车了 你在哪儿撞的 在小月河啊 这不就是小月河吗 就这附近啊 永珊 我想买个项链 你陪我到百货公司逛一逛吧 行行行 只要你开心 让我陪你做什么都行 那赶紧走吧 离开这儿 离这儿远点 这么早回来了 我做半个 别别别别 哥 正好我跟您说点事 我觉得吧 原真有点不大对劲 就今天吧 他先是大呼小叫地打电话 把我叫过去 等我跑过去了吧 他会跟没事人一样 非拉着我去逛什么首饰店 要不如我拦着呀 他差点就把店里最贵的首饰 给买下来了 听你这么说是有点不对劲 他不会是发现才有好的事了吧 我也这么分析来着 也不应该 他要是知道了肯定第一个告诉你 对呀 你说我跟他那么好 我俩都是无话不说的 他肯定得告诉我 要不然这么着 那个你给他打个电话 晚上给约咱们家来 我说什么呀 凭个理由找他来喝酒 咱 你生日 就说你过生日 反正你也快过生日了 行不 靠房吧 行 来来来 吃蛋糕了 来 蛋糕来了 谢谢 谢谢 又让你破费了 我都这把年纪了 还吃什么蛋糕啊 什么年纪啊 离吃寿逃百业还早着呢 就是的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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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生日怎么那没有蛋糕了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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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来我来我来我 真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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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光说啊 你送什么礼物了 逗逗 对呀 我的礼物啊 虽然轻如红毛 但是情意一定中欲泰善 行了 别卖关子了 赶紧拿着 让我们看看呀 这就是我的礼物 你弄两张破赠卷 就想糊弄我哥呀 什么两张啊 就一张 来 大帅哥 生日快乐 谢谢啊 面值一千二呢 反正也不需要她出血 顺水人情罢了 不过也还行啊 正好我们家 好久没拍过全家福了 还有一张呢 这一张是我送给袁珍的 为什么要送我呀 在哪儿呀 你跟老蔡呢 不是每个周年结婚纪念日 都会去拍照片吗 我看你们今年没去拍 所以呢 我就送一张这个给你 当做我不给你们的礼物 这 这个好 这个好 送我俩一块送给你的啊 快玩了 快玩了 正好我们好久没拍全家福了 这样明天吧 咱们约个时间一块去啊 你们先去拍吧 永豪最近盯一个大客户 特别忙 我们说好了过几天再去拍 盯什么大客户啊 你见过吗 外地的 所以很辛苦飞来飞去 时间都耽搁在飞机上了 袁珍 我可提醒你啊 现在呢这种商务男 简称空中飞人男 这艳雨可多了 从空姐到对面的小白领 可都是公海 永豪说了 机舱是他的第二个卧室 你们想太多了 要真有什么艳雨 早就有艳雨了 还等到现在 还是要小心哪 那还是有漂亮的秘书前台 还有助理呢 这些可都是小三积极的后备力量 各个精通艳雨绝技 你都快成编剧了 满脑子艳雨 冷上说得对呀 袁珍 现在倒追像老蔡这种多情男的女孩 多了去了 你看看吧 像我们家大帅哥 我都得看紧点 不是 我这个情况下 哪个不走远的会看上我呀 你说什么呢 不不不不 我随便这么一说啊 不过那个袁珍啊 反正现在啊 有好多姑娘 就为了追这个年轻的大老板 真的有点不择手段 你们今天到底怎么了 都盼着永豪被抢走吗 你看 你看 你说怎么就聊到这话题了呢 天佑 快给你爸唱生日歌吧 咱一起唱吧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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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准备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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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看你 丰臻是什么 丰臻在吗 丰臻在嗎 丰臻在吗 丰臻 你呢 圆真你 圆真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们都知道了 也就知道没多久了 为什么 为什么要不安照我 我们就是怕你知道了 受刺激 受不了 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 你们瞒得了一时 瞒得了一世吗 我 我就是想着 那个蔡永豪 没准能悬崖勒马 改邪归正了 这事就别让你知道了 还是呢 你对他这么好 他真是真是良心让狗吃了 好了好了 你别喝了 你喝太多了 喂 哥 好 你放心吧 我在圆真这儿了 你哥也知道了 你们全都知道 你都知道了 就瞒我一个人 圆真 你别这样 别哭了 你说 你想怎样 我都帮你去做 你说怎么办 我 好 要不然这样 你就装你不知道 我去找蔡永豪 我 刚才已经在公司事态了 他肯定知道 如果这样再去找他 不是表示我就知道了吗 一丝破脸 我们就只有离婚了 我们就只有离婚了 那 那怎么办 这样也不行 那样也不行 那我不能眼睁睁 看着你这样吧 对不对 没事 没事 我不会有事的 你搁着了 你搁着了 我不会有事的 我不会有事的 真的 我不会有事的 你别这样 文湛 你听我说 搁着你啊 我不会有事的 我不会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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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有事的 我不会有事的 我不会 这样 我不会有事的 我 哎 你来了 我不会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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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先生 你来了 坐 蔡先生 您看一下这份离婚协议书 这是按照您的意思来草你的 只要她同意离婚 您名下所有的不动产 都将转移到您夫人的名下 好 谢谢你 好 再见 蔡先生 你袁叔叔的女儿 人长得不错 又非常地有才华 配给你的 有富裕 我没说她不好 只是我不喜欢她 你就喜欢那个在酒吧 她在歌厅唱歌的歌女 对吧 我跟你说过 我不同意 爸 你干吗老逼着我 你是想 让我把财产都给你递递 对吧 爸 我才是你的亲儿子 我才是你的亲儿子 永浩 我知道 你是我的亲儿子 我不会这么做 听话 明天 去和袁叔叔的女儿相亲 永浩 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走 走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谈的有那么好听啊 好听 真好听 你懂吗你 我不懂 不懂你按说谈的好听 那我真的觉得听着好听 那是你没听过好的 对 你在那里头能听些什么呀 要不你给我讲讲你在那里头干些什么 好啊 你来来来坐这儿 你在那里头是不是就像好莱坞大片一样 有好多帮派 然后你是欺负人的还是被人欺负了 哪像你说的那样啊 就算在美国也不是那样 那都是电影里的情节 其实在里面生活特别规律 按点起床吃早饭 一天工作八小时 中午吃午饭 晚上吃晚饭 吃完晚饭 看一小时电视还得学习 汇报思想什么的 没了 就这些了 没劲 就没什么蟹豆什么的啊 你真是美国大片看多了 哪有那些 不过人家美剧里也有 人家什么日剧啊韩剧里都有 那是电影需要夸张 要不然怎么吸引你们喜欢去看呢 没劲 没劲啊 天勇 你咱再聊会儿 咱俩又没共同语言 聊什么呀 那你跟我聊聊你小姑呗 小姑除了美洲一哥也没什么好聊的 那就聊美洲一哥 美洲相亲呢 已经是我小姑的生存模式了 生存模式 就游戏里一名词 说了你也不懂 小姑每次相亲回来 都会跟我讲他遇到的人 而且他经常遇到这种奇奇怪的人 比起他们呢 小姑才觉得自己的生活还不赖 家庭关系呢也没那么奇怪 你放心吧 你小姑啊一定会找到合适的人的 天勇 你长大以后 可得好好孝敬你小姑 那还用你说呀 我小姑 是这世界上我第一亲的人 等我长了大以后 我赚了大钱 我要给他买大别墅 给他买跑车 给他买名牌化妆品 名牌衣服 然后再给他买一个鸽子蛋 给他周游世界 怎么还买鸽子蛋啊 豆豆没给你要啊 他迟早会给你要的 不过你哪有钱买那个呀 你还是赶紧好好挣钱 先把我小姑的钱还了再说吧 被实态淘汰的人 鸽子蛋能有多少钱啊 别看了 别看了 他越看心里越堵了 要不然 干脆把它摘了得了 蔡永豪 问你在公司那事了吗 没有 没有 你俩真是棋红对手 降给良才啊 一个比一个沉得住气 服了 你是不是真想跟我当后马啊 当然了 怎么你不愿意啊 你才比我大几岁啊 这年龄不是问题 现在二十多岁小姑娘 都嫁给八十多岁老头了 再说了 你有我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后妈 你多有面子呀 你兜兜 别跟孩子瞎扯了 快出来 我怎么就瞎扯了 我经过我认真的考虑 我决定一定要嫁给你 你现在后悔了 没门 我小林的名字 你看啊 叫你小辣妈怎么样 天佑别闹了 都好好吃饭吧 我觉得吧小辣妈这个名字 特别好 特别酷 你说 想要什么 一会小辣妈带你买去 平板电脑 相机 好 完了啊 就算你能把这事过去 如果她还死心不改呢 生活不完美 但至少让这幅画完美吧 好 妈呢 爱这儿待着 好像豆腐在咱家呢 那她要在家里待一晚上 你就准备在这儿坐一晚上了 不是 帮我想一办法 我真扛不住了 你这 没办法 你现在知道厉害了 早干吗了 现在呀 你就扛着吧 等到哪天 她碰见比你更帅的帅哥了 就把你给放了 现在这姑娘怎么都这样啊 不明白了 你退了 走吧 有我呢 走吧 那袁真最近怎么样啊 那袁真最近怎么样啊 你还谁有打听啊 不去复联你真亏了 不是 我不是 还能怎么样啊 继续扮演她的贤妻良母呗 要不说她就是死要灭的活受罪 看着都难受 上车吧 大帅哥 大帅哥 你好 你们好 大帅哥 大帅哥 你怎么到车间里来了 是你们经理同意我过来的 经理同意的 对啊 我告诉你啊 除了你之外 没有男人不拜祷 在我的石榴裙下 走走走 咱们外面出去 走 走走 拜拜 别听过 我爱石榴 就想你 替她照顾我 没有 我会的 照顾她 可 别让她知道 巴特勒船长 我 要对她好点 瑞德 她是那么爱你 我要回查尔斯顿 我的家乡 瑞德 请带我一起去吧 不 这里的一切对我已经结束了 我需要亲近 不 我只知道我爱你 那就是你的不幸 哦 瑞德 瑞德 什么啊 好 你等着 我们马上就去 坐 吃饭 逗逗 你别再闹了 我怕了你还不行吗 谁跟你闹了 行 你要是怕我的话 就吃饭吧 我吃不下 我好不容易从工作现场 偷偷摸摸跑出来 就是为给你送饭的 你吃不再吃一点吗 那蒋可说好啊 这是最后一次 行 我喂你吃啊 别别 没事 你这样我不吃了啊 吃一口吗 吃一口吗 你干吗呀 蓝哥 太好吃了吧 蓝哥 来来来来 一起吃一起吃 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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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全部全部全部搬走 这就是你想出的办法呀 又好喜欢简洁呀 他不喜欢家里到处摆的 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些都是装饰品 都是我买的 我喜欢的 具体说明啊 你看你看 就拿这个壁炉 这个壁炉 它原本是很简单 很美观的 这两个小鸟 就是我执意要买 它本来很简洁 很清楚很漂亮的 你说我是不是画蛇天足了 我怎么这么糊涂 静做一些永和不喜欢的事情 你说我在干什么呢 妈呀不用全搬走啊 这不是矫枉过正吗 做错了就要改啊 你不觉得我这个家 装饰得跟 琳琅满布的超市一样啊 每天够一样的东西 我从来不问他喜不喜欢 我就让他照单传收 我跟你说 婚 婚姻不是一个人的事 一个家具 就可能引起一场战争 甚至婚变哪 姐姐没那么夸张吧 一点都不夸张 这个家 都是因为我太主观了 太自以为是了 所以造成了后果 也许她根本不喜欢这个家 她觉得这个家 让她觉得 觉得窒息 所以 所以她才会选择逃避 对的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冷山 这 这些东西 这个 全部 全部都搬走 搬走 搬走 搬哪儿去啊 全给你啊 来 哥哥哥哥 你看 这两个可爱吧 挺好看的 明家之首出的作品 我陪她买的六千多 哪一对 你拿着 你拿着吧 真好看 这也不是原生给我家里的东西吗 可不 喜欢吗 太喜欢了 全归咱们了 真的呀 喜欢哪个随便挑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我都要了啊 行行行行 这些小财迷都归你了啊 这不跟你学的吗 那不学点好呢你 这回可发财了 小姑姑 你说这原生姑姑的东西 今儿来了 明天帮我回去吧 不呢 我跟你原生姑姑说好了 说我这儿啊 是只进不出 我也要 我是只进不出 怎么样 是不是以为走错家门了 是啊 我刚一进来还以为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呢 以前我们家有些凌乱 我现在重新整理了一下 我感觉心情好多了 也觉得自己年轻多了 好 不喜欢啊 没有啊 挺好的 很久没有和你一块打球了 我订了网球场 去换衣服吧 现在去 我刚回来 没关系嘛 现在去 走 去换衣服 好吧 你都换好了 走 走 吴总 您医院的客人已经在外边停车了 好 你去忙吧 等一下 来 去边去 好久不见 吴大老板找我 有何贵干啊 好 来 请您收下 什么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怎么样 漂亮吗 好看 这叫素银氏 是我一个朋友新进创的牌子 专门针对像你们这种都市靓丽女性的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怎么不能收啊 它不比我那天摔碎的那瓶红酒贵 收下吧 不是 那你那天不还请我喝咖啡了吗 那你就请我喝一杯 好球 你不打球喊这么好啊 反正我也打不到了 行吧 赶紧去歇歇 赶紧去歇歇 看来我以后 要跟你出来锻炼锻炼了 行啊 不过 我们俩打不起来 你不是说黄豆豆会打球吗 约上他来 那样你也打得开心一点 你歇会儿 我去打个双打 好 这就是你们家 对啊 好 谢谢你送我回来 也谢谢你请我吃晚餐 你看一下 对我那么客气 就是不把我当朋友是不是 没有 那 你请我吃那么好吃的饭 我总得说点什么吧 你乐什么呀 你们 我意思是 我很喜欢你这样的性格 我的性格有什么好的 我那些闺蜜 你都说我的二 二 那个 二 就 傻 就是傻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性格 行了行了 你也说不明白 这胡同啊 晚上车特别多 你赶紧走吧 回头堵 你这破车停在这儿啊 不是 用钱打不起啊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你你你你你往哪儿冲啊 你你你你你你往哪儿冲啊 你你慢点你 站好了 不好意思啊 这是我好朋友黄豆豆 你到哪儿喝那么多酒啊你 你你你你赶紧走吧 一会堵上了 快快快 别别别别别 你别走 干嘛呀 豆豆 我有话跟你说呀 不好意思啊 华盛姐你好 不 你你你 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冷山的新男朋友对吧 你胡说什么呀 你就是这样 那个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敢对我们的冷山不好的话 小心我飞你 逗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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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怎么 不好意思啊 那个 要不你到我家 我找件我哥的衣服给你换上 行行 那 逗逗啊 逗逗 行 行 你飞了你飞了 你飞了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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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飞了行 你等等等等 我考试的卷子呢 什么卷子呀 我真没看见 我不是早跟您说过了吗 不要进我房间 不要乱动我东西 现在好 我明儿卷子交不了怎么办 怪谁呀 你别着急 走走走走 快过来帮我忙 等会儿啊 找什么这是 你个大了逗逗 在外边闹呢 来来来来来 坐下来 慢点慢点 慢点啊 天姑 他乱动我东西 我卷子找不着了 什么他他他 他是你爸 你这孩子们不懂事 有客人 赶紧进去进去 我一会儿帮你找啊 赶紧进去 那个哥哥 帮我给他换上好吗 好嘞好嘞 等会儿啊 好嘞好嘞 逗逗 逗逗 行不行啊 不好意思啊 给你添这么多麻烦 为什么要说不好意思呀 我真说真的 我觉得你的生活 非常的悲情 很有戏剧性 是啊 特别戏剧性 一团糟 不会 真的我是说真心的话 我觉得你的生活 很有质感 很生动 真的 你是局外人 你觉得生动 你要真过这种日子 我估计 你会筋疲力尽的 不不不不不 我觉得我们看问题 要辩证地去看 你看今天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 让我看到了一个 有一点冲动 但是非常的可爱 能把善后的事情处理得 妥妥当当 能够站在朋友的身边 帮她维护尊严 又能够站在亲人的身后 给予她支持的好女人 叫什么 我哪有你说得那么好啊 你还整得都是排比具 那个 不过说真的 真要跟你道个歉 逗逗前一段刚刚失恋 可能心情不太好 所以呢她就借酒交互愁什么的 但是实在有点失态了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没关系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帅真 很好的一个女孩 你想失恋嘛 每个人面对爱情 总会有走得不对的地方 行 你能理解就好 真的 你哥哥的工作 要不要我帮什么 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不用了 不用了 他现在已经在一个车行工作了 挺稳定的 挺好的 有工作 对 那你赶紧走吧 我真的一会儿路上堵上了 你回去赶紧洗个澡 那 那我走了 好的 好的 那这衣服改天我洗 给你送回来 行 谢谢啊 有宠物居住室的绝对不行 我对宠物的毛发过敏 居住室也不行啊 先生 我跟您解释一下啊 我们做出去的房子呢 都是精心打扫过的 这么说吧 基本上跟新房一样 打扫得再干净 也会有宠物的气味啊 你都不知道 上次我坐电梯的时候 有只狗狗在电梯里边撒尿 它主人都没觉得不好意思 那狗狗撒尿 它还吹口哨 当时我就熏得晕倒了 你看我这儿是不是有到疤 就是上次晕倒时候蹭的 这次找房子我可得注意了 最好啊 是整栋楼都没有养宠物的 这个 挺难的 可以说是相当困难 难度小的话 我找你们中介干嘛 你这是什么表情 你在笑我吗 没有 没有什么资格笑我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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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没有 你还没结婚吧 我看出来了 生斗士说的就是你这种人吧 亲爱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来晚了来晚了啊 吃饭了 吃饭了 这是啥 这是送什么好吃的来了 冷哥 这可是爱心午餐啊 行了行了行了 一起吃吧 走 我们可不敢享用 你还是自己跟嫂子 慢慢享受吧 对 嫂子啊 我陪下冷哥吃 好好好 来我们少哥慢慢吃啊 我下次来给你们当好吃的啊 拜拜 来 吃饭 不是说好不再送了吗 你没看到他们俩 刚才多羡慕你吗 我这是在给你长脸呢 我最后说一遍 不许再送了 要不然我辞职了 不送就不送呗 生什么气啊 我之前答应做你男朋友 是看你因为寒冰伤心 你能不能不提那孙子呀 你不让我提的 那就证明你心里还有他 这样啊 过两天啊 我再替你找他谈谈 千万别 姑娘我早就把那孙子给忘了 那就是说你已经彻底 从那段感情阴影中走出来了 那我这个代理男友 也可以谢家归天啊 那可不行 懂我懂 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 你会想要你 你情话 我可以想要你 我可以想要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